是以电商、跨境、路运 精通云计算 无大基础设施为核心的新商业目 在新商业目的运用 无论是谁 身处何方 只要拥有一台手机 就拥有平等连接全世界的机会 借助于数据的力量 无论对个人 中小微企业搭配盘商 消费者就像是尽在支持 触手可及 我是普恩亚 很多人也叫我阿果 我把这边的市场打开之后 自日回家自己出现 开到我的淘宝店 刚开始的话 消购渠道也比较单一 然后原料也比目标 后来就是通过 在淘宝大学的一些学习 提升了这个店铺的一些荣耀 然后把这个阿波之后 卖出去 我们不关自己的店铺买 还要把当地的一些博物 他们也在跟起来 男生没有这个对方选择 就把自己的选择做到最好 自从你来淘宝天窝这个平台 国外的用户 也可以在国相国内一样 就像买一瓶老干妈一样的买工作 我在一个澳洲这样一个西方的国家 然后跟当地本地人调红舟 我首先我就觉得是一个非常骄傲 非常自豪的 因为这是我们中国的东西 使得天猝出台的这条红舟 治愈的是八千公里的商手 阿里打造的商业操作系统 正在赴能所有商家 实现模式升级和运营方式升级 世界线上坚强一体协同 满足数据智能带来的 个性化消费需求 因为相信所以看见 天猝双世已经过十年的发展 已经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商业暴流会 全球的商品位置正加速不动 随着数据技术的发展 菜鸟正在给物流行业 安上智慧大门 而它将完全改变 现代物流的运行方式 通过对每个地区交售数据的预测 菜鸟会提示商家提前不获到 离用过最近的仓库 并计算最省时的路线 用数据提高供应变效率 减少枯足 在大洋立案 市值中国人 通过数据整合合作伙伴资予 菜鸟的智慧物流解决方案 将触发全球每个角落 世界正在变得更小 在新的商业文明 数据将帮助人们沉添信用 而技术的升级更将让信用等财富 其步于2004 蚂蚁金服为小微企业和消费者 提供支付 理财 保险 借贷 服务 不断发展的云计算和大数据能力 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将金融的铺毁罗室 带向全世界 网络代推出后的两个月内 就附加大半的中国 2000万像原位这样的三名用户 凭借信用 获得资金支持 阿里巴巴相信 这部世界会变得更加公平美好 为何蚂蚁金服 还在全球范围内 服务更多的小微企业和大众消费者 举称新商业文明生态系 高效温低运转 是新的技术和能力 阿里云基于强大的计算能力 将不可预知 转化为先知先觉 阿里云计算 为了无法计算价值 我们杭州市利用阿里云平台的计算能力 和智能上方 建设城市数据大法 通过城市交通数据的分析 改善交通的制度 新技术 新技术 新能源的无需构建 希望构建一个基于互联网 技术公会 机会均等 预测和持续 健康快乐的全球数字经济体 我们希望未来服务全球20亿消费者 臭造一亿就与机会 帮助一千万家企业的利益 为梦想 我们再次启航